藉由一幅幅耐人寻味的五脸肖像 探讨一个古老的命题 我是谁 面孔之外 乍看十分和谐的画面 仔细观察 才发现其中诸多荒谬 无厘头的安排 作品中的主角都是艺术家本人 鸣鼓根刻意巧妙地回避自己的脸孔 使人无法透过最直接的方式 以表情透视或误解他人 以幅幅的肖像作品 仅以画面中的元素 构图 色调 及其肢体语言 展现微小的情绪和荒诞之感 他透过这一系列的作品 探讨人类最广泛的自我提问 我是谁 相信这是每个人 都曾经问过自己的问题 鸣鼓根美金子认为 自我不是被发现的 而是被创造的 他相信创造自我的过程 使人蜕变成为新我 并免于无谓的自我剖析 或迷茫地寻找自我 藉由艺术创作 为大众带来最耐人寻味的 无脸肖像 挑战肖像背后的自我探索之意 艺术家特别提到 由于人们每一分 每一秒的表情变化 都会带给旁人无数的讯息 但却也可能造成错误的理解 如果能觉察到人与人之间 蓄意搭建的鸿沟 及礼貌性的疏离 在乎自己身边的任何小事 便能创造出新我 时方新闻记者蓝依荣台北采访报道